我们也注意到了社交媒体上的这篇网文 这篇网文竟然把钢铁企业的冷却塔 说成了核设施 简直是天方夜谈 荒妙之极 我也注意到了 有许多国家的热心的网民 已经在评论区 进行了充分的科普 对此呢我们也表示感谢 手钢滑雪大跳台 它是在手钢的工业园区里 这是冬奥历史上呢 第一座与工业遗场 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 它是利用首都钢铁公司的冷却塔 等工业资源进行了升级改造 也是世界上首座 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 过去的冬奥会的滑雪大跳台 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就会拆除 但是这一座大跳台 它将会永久地留下来 我们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 就在这个手钢园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主席 也到手钢园区来考察过 他多次把手钢园区作为呢 北京冬奥组委践行可持续发展 和节俭班奥理念的典范 称之是让人惊艳 的城市规划和更新范例 另外呢 这两天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西方媒体 他们都报道了 我们把手钢园区 由一个工业园区 转变为文化和体育 休闲园区的故事 而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要是在洗笔底 demographic 卖航园区 clairement要不讨历 那你去尽棉